最近中国女排在奥运资格赛小组赛的第四轮,爆出非常大的冷门,意外输给排名比较靠后的球队加拿大女排遭遇首败。 在这次比赛结束之后,中国女排的小组排名来到第三,形势非常被动。 如果接下来,中国女排不能在后续的小组赛接连打败荷兰女排获得三连胜,这一次极有可能拿不到奥运门票。 因此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这一次输掉比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在比赛结束之后,从教练组到球员的表现都遭到球迷的讨伐和批评。 另外一方面,朱婷这次还意外登上热搜,引起非常大的关注。 由于中国女排表现不如预期,很多球迷纷纷发文表示怀念朱婷。 因为朱婷在和李莹莹搭档出战,中国女排基本上不会输给这些弱队。 然而,如今在朱婷受伤,没有办法出战今年比赛的情况下,中国女排仅仅靠着李莹莹无疑难以为继。 本场比赛,李莹尽管拿到全场最高的30分,然而由于其他部分球员的表现不是特别好,最终依旧无力救助。 恰恰是因为其他球员表现不好,反倒让朱婷意外登上热搜。 说实话,各位球迷想念朱婷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在现有的情况下,想让朱婷回归其实并不现实。 接下来我们估计还得继续支持这帮主力,希望他们赶紧调整好状态,在下一场对战荷兰女排的比赛打出好的成绩。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场比赛结束后,关于中国女排惨败的表现,球队一众主力以及教练都给出了自己的看法。 李莹认为,这次比赛输掉是好事,可以让大家保持清醒,龚翔宇则在赛后明确提到,我们更重要的是从这次失败中收获什么,更好的向前看。 除此之外,蔡斌提到整体表现的时候更是非常直接,批评中国女排这些球员的表现。 蔡斌认为,我们在决胜局做得不够好,问题事物都比较多,最终吞下惨败的苦果。 从这些球员和教练员的分析来看,中国女排这次输球,大部分的原因都是输给了自己。 其实我们的实力完全在加拿大女排之上,过往曾经取得过奥运冠军和是联赛的亚军, 为什么这次却会输给加拿大女排这个比较弱的对手? 说白了,还是因为太过于着急,太过紧张。 尤其在落后的情况下,因为我们在此前走得太顺利,根本没有接受过这方面的考验,到头来自然容易崩掉。 总而言之,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这次遭遇惨败之后,更重要的是怎么样吸取教训更好的前行。 接下来还有多米尼加,荷兰女排以及塞尔维亚女排这三个非常强大的对手,我们只有拿出更好的表现,获得三连胜,才可以保住这张奥运的门票。 。 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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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